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伯爵大人不死心 我也只能让伯爵亲眼所见了 那取药的任务就拜托伯爵大人了 郑才 你明知道菲尔伯爵跟克拉伦斯小姐有密切的关系 您为什么还要让他去取药呢 正是因为他去取药 克拉伦斯才不敢骗人 你觉得克拉伦斯会顺利让我拿到药物吗 虽然他只是道窗会的名誉顾问 这也是会长的义女 更是直接掌握药物研究所的原材料肯定 原本我也是打算亲自上门取药的 不过现在有了菲尔伯爵 他比我更合适 毕竟菲尔伯爵所在的帮会 跟道窗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小A不敢再说什么 只能退到一边 这次来日本 最开心的就是买到这些了 很多在国内都是没有的 你洗完就好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一会儿菲尔伯爵就会过来 他去拿药 更放心一点 西西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菲尔伯爵拿药会放心一点 不过他只需要相信隐私成就好了 莫名的 对隐私成他有种异样的信任 西西要进行的这个手术 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因为是脑部 所以不敢选择普通的公立医院 只能选择在海边一个僻静的地方 选在一个废弃的房屋里进行手术 邻家研究所的人也都已经到了大阪 在指定的位置组装机器 准备做好手术的准备 西西跟隐私成到的时候 屋子里已经是一切准备妥当了 西西全身清洗了一遍以后 穿上了手术服被人推进去 在即将进门的那一刻 隐私成突然叫住了他 西西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是我的妻子 哪怕你变成白痴 你都是我的妻子 如果我真的变成了白痴 记得告诉我 不停地告诉我 我爱孩子们 隐私成眼眶一红 他仿佛回到了三年前 三年前 他也是这样笑着对自己说 保住孩子 他从来都没有恨过三年前的自己 他也从来都没有那么放过自己的无能为力 相信我 隐私成只能用这样的语言安慰西西 你一定会成功的 西西冲着隐私成坚定地笑了笑 就算会有变成白痴的风险 他也绝对不会退缩的 你还好吗 现在对你进行最后一次全身检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了 三年前的云浆密钥 将你体内的禁药全部压制 这次 先进行解除密钥 你体内的禁药就会爆发 你会出现全身器官衰竭 和全身打出血的症状 不过请放心 所有的血浆都已经准备到位 我们会及时为你输血 保证生命体征 然后将解药打进你的体内 化解体内的禁药 做完这些之后 会刺激你的大脑中枢 解除你的催眠 激活你的记忆 在手术期间 请你一定要配合我们的行动 千万不要用意识抵抗 否则 你的记忆会被全部洗空 成为一个彻底的智力低下患者 西西认真听着对方叮嘱的事项 默默点头 表示自己都听懂了 手术虽然有风险 不过我们的技术也是极为精湛的 而且就算手术失败 你的生命也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 大脑是一个非常精致 也是非常危险的区域 一朝不剩 满盘结束 所以在接下来的手术过程中 不管想起了什么 你一定要记住 保持情绪的稳定 当记忆被释放的一瞬间 所有的记忆 全部涌来的时候 会头疼 这一点请尽量忍耐 如果记忆接受失败的话 也会判定为手术失败 不停的有人过来 叮嘱自己各种注意事项 自己这是将自己置身于多么危险的境地啊 不过 现在自己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他没有退路 他绝对不能稀里糊涂的过这一生 哪怕是有危险 哪怕是风险巨大 他就是活 也要活个明白 我明白了 好 全身检测开始 第一项 检测生命体征 第二项 器官老化成度 第三项 脑电波 第四项 一个麻醉技 推进了西西的体内 不过几秒钟 西西就觉得眼皮沉重 对方的话很快就听不到了 昏昏沉沉 昏昏沉沉 对方的话很快就听不到了 昏昏沉沉 昏昏沉沉 一片浆湖 一片混沌 尹思沉抬起手腕看看时间 袭击进去已经整整五个小时了 里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传过来 菲尔伯爵一直安静的坐在一边的椅子上 尽管环境简陋 他愣是坐成了宫殿的感觉 菲尔伯爵 真是难得见到尹先生这么荒漫的一面 伯爵当然留下来 是想打听什么 还是想得到什么 伯爵当然应该知道 我尹思沉想护着的人 就没有护不下的 那尹先生指的是躺在里面的女人 还是指顾苗 伯爵以为呢 四年前 我去缅甸调查一些事情 我的行动被人发现 我的人集体团灭 为了脱身 我从大街上随手拉了一个战监女 就伪装成异地买欢的观光客 进入了房间 为了不让他们起疑 我假戏真做 动了那个女人 完事之后 我本来是要杀死那个女人的 可是 那个女人跪下来求我 我的武器在逃走的路上 已经遗失 你知道的 我有洁癖 我不会用我的手指 捏断她的喉咙 所以 我就放过了那个女人 我不会用我的手指 捏断她的喉咙 所以 我就放过了那个女人 一年之后 这个女人生下了我的孩子 却将孩子卖给了一个人贩子 这个人贩子 带着我的孩子到处贩售 却被一个 叫穆若娜的中国女人 无意撞见 这个穆若娜的女人 母性大发 竟然敢冒出下线 将这个孩子 从人贩子中骗了出来 带着这个孩子一路逃亡 一路回到了恩氏 因为尹家的权势 那股人贩子不得不放弃 远顿他乡 这个孩子 也被正式留了下来 继承了顾兮兮的姓氏 取名顾苗 顾兮兮在生命垂危之际 亲属了一个财产继承遗嘱 她的财产分为两部分 股票给了亲生儿子 尹玉涵 账户里的钱 给了顾苗 你既然知道 兮兮和穆若娜救了你的儿子 那就不该分开他们 你既然知道 兮兮和穆若娜救了你的儿子 那就不该分开他们 不 我是来报答他们的 我娶了他 这样我的儿子 就有亲生的父母了 尹司宸嘲讽地看着他 虽然我知道 这件事情有些难度 可是越有难度的事情 就越好玩 不是吗 尹先生 你敢跟我公平竞争吗 如果是以前的话 你或许还有机会 过了今天 信息恢复了记忆 我们就是夫妻 他怎么会选择你 不一定哦 如果说 你死了呢 菲尔伯爵 你这是几个意思 别急 要杀你的人不是我 是谁 莫子欣 克拉伦斯 不不不 你错落了一个最为关键的人 什么意思 上帝 说人话 尹司宸 尹司宸心里惦记着手术室里的西西 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算是死在这儿 都不能够让任何人打搅到西西的手术进程 他的保镖们已经围成了一圈 将菲尔伯爵和他的人全部都包围了起来 只要尹司宸一声令下 子弹将毫不客气地将菲尔伯爵彻底打成个筛子 菲尔伯爵马上不敢动弹了 不过他脸上那欠揍的笑容 真的是让人恨不得造成一个猪头 刚刚得到的消息 距离我们一百海里之外的深海区 在未来五个小时之后 将会发生一场九级规模的地震 我们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如果拖到五个小时之后 地震产生之后 将引发一场十几以上的海啸 大阪是怕是保不住了 什么 在场所有人都镇住了 纷纷转头看着尹司宸 尹司宸显然也是没有料到 竟然会是这么一个结局 枪可以放下了吗 我可是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 日本当局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这个消息是不是足够震撼呢 菲尔伯爵还是一副 欠作的表情看着尹司宸 里面的手术正在关键时刻 一旦转移的话 手术注定是要失败的 可是不转移五个小时之后 地震一旦产生 海啸随之而来 尹司宸只觉得鼻尖上 马上渗出了一滴汗珠 怎么办 西西绝对不能有事 手术绝对不能中断 西西 那就是拼了自己这条性命 也是要负得她一身周全的 尹司宸马上转身 立生发布命令 马上选择一个制高点 要求稳定 安全 空旷 远离建筑区 速度准备以外帐篷 备注 粮食 水 药品 三个小时内 全部备刑 马上调拨直升机飞过来 越多越好 一道又一道命令 快速布置下去 所有人都快速行动 虽然不择一脸赏实的表情 看着尹司宸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尹司宸还能有条不紊的 发布命令 果然不愧是 尹司财团的当家人 既然你知道这里 要爆发地震 你为什么不走 中国人有句话说得很好 富贵险中求 万一你死在这场地震之中 那不就是便宜我的吗 尹司宸没有功夫搭理他 转身对小A说道 将这里要发生地震的消息 传给他板事上层 不用麻烦了 我已经通知过了 他们不相信 因为他们的检测 没有检测到地震源 那好 那就不管他们的生死了 细心他们的手术 大概还要多久 小A也回答不好这个问题 只能一步一驱地 跟在尹司宸的身边 随时等候尹司宸的命令 五个小时 还有五个小时 就要爆发地震 要一步步地清除掉 身体逐步恢复了生机 接下来便是这次手术中的 重中之重了 那就是刺激大脑的记忆区域 解锁曾经的记忆 两部分的记忆将会发生 重叠和冲击 如果一个不小心 就会让两部分的记忆 发生重击 造成人格分裂 在催眠胡兮兮的时候 就险些创造了两个人格 如果不是当时研究所所长 强行催眠 只怕兮兮早就已经人格分裂了 此时此刻 没有人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屋子里的人 全部都是摒弃凝神 而屋外的人们 却是胶着盪了顶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怎么还没结束呢 如果飞而不觉得话 没有错误的话 这种爆发的时间 应该是凌晨的两点 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 日本本来就是一个 多地震 多火山喷发 多海啸的国家 大阪会发生地震 一点都不意外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偏偏是今天呢 难道今天真的是 出门不利吗 按照预期的计划 西西的手术 会在凌晨一点结束 这样的话 大家还有一个小时的转移时间 虽然时间上 未必来得及 可是如果有直升飞机的话 或许还能赶过去的 如果不能在预料的时间内 结束的话 今天这些人 只怕都是要在这里 殉葬 领思诚安静地坐在那 表面上风平浪静 心里却是惊涛海浪 他甚至连自己的后事 都想好了 现在家里有母亲和奶奶 有他们看护着 尹玉涵长大 应该没有问题 母亲会将尹玉涵顺利地带大的 就像当年奶奶带着自己成长起来一样 以前的自己身边有萧衡 现在的郁涵身边有顾苗 她也不会孤单 如果是死 那就让她和西西 死在一起吧 生同亲 死同穴 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大阪市真是一个不错的城市啊 夜景 还真是美丽啊 伯爵大人真是好心性 明明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却还要在这里冒险 这种乐趣 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资格享受的 就像是我大哥和二哥 领思诚没有开口 他一边分心跟菲尔伯爵聊天 一边在清算赢家的全部势力 琢磨着 按照什么顺序交给自己的儿子 如果西西今天不能从手术台上下来的话 那么今晚就是永别的时候 菲尔伯爵察觉到了隐私诚的状态 嘴角浮起了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 他从来都没有什么事情 是值得他上心的 从来都没有 他从一出生的那一刻 就被告知他是家族的继承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距离最后的死亡宣判越来越近 领思诚再淡定 都是有点着急了 可偏偏手术室里 一点动静都是没有 距离地震爆发 现在只有一个多小时了 如果西西不能够在二十分钟之内 结束治疗的话 那么在场的所有人 或许都要葬身在这里了 领思诚不能再等下去了 他马上命令了下去 让日本本土的随从马上撤离 只留下了四个助理 跟必要的机组人员等在原地 菲尔伯爵长生而立 安静地站在门口的位置 就那么仰头看着月色 灾难前的夜晚 真的是很美丽啊 领思诚跟菲尔伯爵 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领思诚眼底露出了一丝苦笑 如果我真的死在这里 谢谢你不必担心 他会好好地活下去 不明 他想回去赢家不会拦着 可是他不想回去 你躲不走 是吗 你 你说 什么是爱呢 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原来 这就是爱呀 手术室里 正在进行最后一项 记忆的融合 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的细细 表面上看着平静无比 可是大脑里 却是一片征战 厮杀 无数的记忆蜂拥而来 不仅有属于顾兮兮的记忆 还有芸汐的记忆 还有记忆模板上 虚假的记忆 甚至还有一个陌生人的执念 太多的记忆 太多的重叠 让他的大脑 脑电波 在一切上疯狂地叫嚣着 几乎爆表 我 我这是在哪里 我 我是谁 顾兮兮是谁 云诺是谁 云兮是谁 云子霄 是谁 一颗特别的珠子 静静地助力在那儿 下一秒 属于这个珠子的记忆 骤然绽放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个叫尹思辰的男人 他是那么的耀眼 迷人 一举一动 都是套着亡者之气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万众瞩目的男人 他竟然朝着自己走了过来 他 他要做什么 他为什么要那么专注地看着自己呢 他的嘴唇动了动 他的眼神突然变得焦急了起来 他在说什么 他在对自己说什么 听不到 完全听不到 他的表情变得越来越焦急了 他在着急什么 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疯狂 他 他在说什么 儿子 他说什么儿子 他的儿子 还是我的儿子 他好痛 妈妈 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身后响策轻轻转身 就看到了一个小包子 朝着他张开怀抱跑了过来 心 莫然变得柔软异常 妈妈 又是一声呼唤 从另外一个角落也冲过来一个孩子 哎 他忍不住下意识就应了一声 他们 叫他妈妈 真好 他空白的心 仿佛 仿佛瞬间注入了两种不同的颜色 填满了他的全部行扉 两个孩子 扑进怀抱的那一刻 他分明听到了自己有力的心跳声 好满足 西西 回去吧 西西 回去吧 那是一个和自己有着完全一模一样容颜的女子 就那么双眼含泪的看着她 谢谢你陪了我三年 谢谢你跟我融合为一体 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终究 是要合二为一的 大姐 她让我告诉你 上辈子她没有做成的事情 这辈子 就交给你了 姐姐说的她 是谁呢 我该走了 都不能再守着你了 剩下的路 也靠你自己走下去了 你是我 我也是你 我怎么舍得让你受伤了 我比你早出生了几分钟 我的使命就是守护着你啊 我在有生之年 拼命的学习 我在有生之年 拼命的学习 拼命的抽拾自己 就是为了你 你消失以后 我的记忆 我的一切 都会成为你的潜意识 我不会阻挡你的思维 也不会拆领你的身体 因为 你是我的妹妹啊 很多事情 你做得比我好 你继承了勇敢 果决 你比我勇敢 比我冷静 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做到的 云诺伸出手 轻轻触摸着她的脸颊 可是 她却完全感受不到云诺的触摸 继继 回去吧 不要再回来了 这里就要崩塌了 三年的相处 我已经遵踪了 好好的 勇敢的 就追求自己的爱情吧 继续 你可以的 我永远都会爱着你的 万一一落 云诺的身体 突然就破碎成了碎片 一阵风过 范围点点星光 消失在了这一片空间当中 下一秒 整个空间都变得动荡了起来 这里 也要消失了吗 大姐让她回去 她要回哪儿去呢 范围 回来 快点过来 你那边要坍塌了 回到她身边吗 范围一阵迟疑 脚下晃动得越发厉害了 看来这里真的要坍塌了 妈妈 快点回来吧 回到我们身边 求你了 两个小包子突然哭了 哭得她一阵心慌 不 不要哭 孩子们不要哭 我过来了 她不再犹豫 转身朝着那一大梁 小三个身影疯狂的快步冲过去 身后的世界 在不停的坍塌着 破碎的世界化为虚空 一点一点的凶散着 是个星达的狂跳 五次成功 就是在求婚的时 可是 我是假兮兮的 可是 我是假兮兮的 可是 回来的他还没有 经过自己的 经美人的允许 贵老 我回来了 滴滴滴 监控 顾兮兮脑电波的仪器 终于停止了尖叫 脑电波变成了 非常有规律的 一条曲线 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他真的挺过来了 躺在病虫上的 顾兮兮 面容平和 尽管还未从 麻醉里 苏醒过来 可是 他回来了 终于真正的回来了 消息船到外面 隐私船下一秒 泪流满面 消息船到外面 隐私船下一秒 泪流满面 他的嘻嘻 终于回来了 让我提醒你一下 没有他恢复的时间过长 还有不到五分钟 这次就要平定 这里的一切 如果不能尽快转移的话 那么大家 还是要留在这里 冲状 全部人员 速度速度 这里 五十分钟之后 这里先发生超过 构极地震 全员转移 命令一下 整个手术室里 再次忙碌起来 所有人都在快速地 收拾着器械和仪器 全部拆分装置 在保镖的帮助下 一张就带用到了 外面的直升 突然收拾下去 我们下去之后 你可以跟隐私一起离开 一路往北 会安全 做不定 后隐私离开 我已挖得她的心 更何况 我又想见见顾兮兮 我决笑得越发地下来 她说的是顾兮兮 而不是芸兮 她说的是顾兮兮 而不是芸兮 显然她也知道 顾兮兮回来了 芸兮兮笑了 就会隐藏 尽管顾兮兮跟芸兮 是同一人 我会很认真的 向你介绍周金的 等全部的仪器撤离以后 影私成冲进去 将还在昏睡当中的嘻嘻 一把抱起来 对着菲尔伯爵怒吼一声 过来帮忙 菲尔伯爵一张 却也没有拒绝她的命令 一脚踹开了 拦路的桌子 跟着影私成 快速地冲到 跟着影私成 一起跳上了直升飞机 飞行员在全部人员 上了飞机以后 马上起动 门悬桨带来的前风 扫得周围的落叶翻飞 飞机争风夺秒地 冲上天空 而就在直升飞机 升空不过十分钟的时间 脚下大地 仿佛哆嗦了一下 紧接着 就开始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地震终于来了 从飞机上往下看 整个城市 仿佛都在哆嗦 不少的低矮建筑 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 地面晃动 总算是逐渐过于平静 飞机也已经 抵达山头附近 地面上有人 马上拿出了灯光 作为录影 只归着飞机降落点 这个山头的山顶 已经被人为 切割成了一个光滑的平面 这个平面足够有三四百平大小 现在山顶上已经 驻扎着好几个帐篷 山顶上有人点燃了篝火 一来是为了照明 二来是为了群 隐自成和西西一落地 马上有人迎了上来 将西西从隐自成的身上 接了下来 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当中一个帐篷的 行军床上 你的速度还真不慢呢 何止是不慢 五个小时 这里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一切 隐自成整理了一下衣服袖子 没有回答菲尔伯爵的话 都准备好了吗 是 总裁 你这是要做什么 三年前 从道床会流出去的禁药 就是从大阪市走的 银血墨从泰国曲折找到了这里 这才拿走了那批药物 处理了银血墨 不处理一下大阪市的分布 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你是故意留下来的 你是故意 上克拉伦斯在大阪市 姓思辰 你太狡猾了 你这只狼 我的格言一直都是 百倍千倍万倍的报仇 道床会我不能明着懂 但是不代表 我不能暗中砍掉他的一只手脚 如果大阪市分布是别人负责的话 我反而不好下手 可是如果是克拉伦斯负责的话 菲尔伯爵瞄懂 如果是其他人在这里负责的话 或许会忙于灾后重建 而不去找尹思辰的麻烦 可是如果是克拉伦斯在这里的话 他一定会安纳不住自己的冲动 过来招场子的 只要克拉伦斯带着人过来找事 尹思辰的报复 也就是师出有名 就算是把道床会分布全员歼灭 道床会会长都不能说出一个不子来 太狂妄了 太嚣张了 但是菲尔伯爵又是不得不承认 眼前这个男人 确实有这个狂妄嚣张的资本 原来他从踏足日本的那一刻起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在他的掌控当中了 克拉伦斯那个窗户 还自以为是的认为 他可以给别人找麻烦 却不曾想到 他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枚 即将丢弃的废子罢了 或许 人自个儿的出现 都是在尹思辰的算计当中的 这个男人 简直太过深不可测了 难怪傅锦仪在警告他 不要与尹思辰为敌 一个能够在欧洲 中东和非洲 纵横驰骋的帝王 果然不是凡人可以揣摩的存在 果然不是凡人可以揣摩的存在 至多尽妖 不 你的出现不在我的计算之内 不过 你出现之后 我调整了我的计划 甩 他还不如不解释 解释了 自个儿反倒是更加寂寞了 他果然还是被利用了 也是 尹思辰早就算计了他 让他去找克拉伦斯要解药 这个男人还真是 让人喜欢不起来啊 地震之后还会有余震 我们多小心 欢迎遗落 大地仿佛在呼应尹思辰的坏 再一次颤抖了起来 所有人都同时转身 抱住一切能够稳住身形的东西 来固定住自己的身体 尹思辰冲进了帐篷以后 一把抱住顾兮兮 另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 固定帐篷的钢筋 借此以稳住自己的身形 这一次余震来得太快了 这也说明 这一次的海啸 只怕是也是要用不了多久了 好痛 谢谢 抱紧我 思辰 我们这是在哪 为什么地面灾换啊 听到这句话 尹思辰尽管现在有些狼狈 可是他心底高兴的简直要飞起来了 这说话的口吻分明是顾兮兮 别怕 这是第一次余震 今晚估计会爆发海啸 我们都在山上 这一次的余震来得快 结束得也快 大概晃了几分钟的时间 便悄然停歇了 怎么好端端的 就地震了 希希 你好了 思辰 我回来了 就是这一句话 让尹思辰这个铁骨正正的汉子 竟然险些失声 手臂收力 将顾兮兮牢牢地圈在胸前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 兮兮鼻子一酸 她已经融合了全部的记忆 属于顾兮兮的 属于云诺的 属于云熙的 对不起 让你受累了